7月20日是法輪功反迫害21週年 在全球法輪功學員持續向世人講述法輪功真相 曝光中共殘酷迫害之際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週一發表官方聲明說 中共對法輪功學員21年的迫害已經太長太久 必須停止 蓬佩奧還提到曾受總統川普接見的 法輪功學員張玉華博士 張玉華曾和川普當面講述中共活摘器官罪行 蓬佩奧要求中共立即停止 對法輪功學員的非人虐待和不當行為 釋放那些因為信仰而被監禁的人 例如張玉華的丈夫馬振宇 並公布失蹤法輪功學員的下落